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财经周报 很快的美国总统大选在11月3号就要举行了 根本不到30天 不过我们好几次告诉大家 这次因为邮寄选票的关系 不会在11月3号的时候就开票完成 很可能时间要几个礼拜 甚至长达一个月左右 而川普现在选情是落后的 所以他相当的焦虑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短短的在两天之内 他甚至推文了将近四十几个推文 甚至有人说他是两小时 事实上是两天之内推文了将近四十几篇 四十几篇里头不断的谈 一会谈他要刺激方案 一会谈他不要刺激方案 一会谈自己方也可以谈 一会如此如此 就导致美国的股市上冲下袭 人们说他对于这个选情相当的焦虑 美国联组会的主席鲍威尔称 整个美国的经济复苏 其实离完成还相当的远 他很大的原因就是看到了 整个因为大选 美国的政治风险正变成美国的经济风险 因为这个阶段像欧洲央行 一看到这个状况 马上就再寄出新的刺激方案 总共已经寄出三兆了 结果美国为了一场大选 川普的翻来覆去到现在为止 下一波的刺激方案到底会不会过 虽然目前大事采取乐观的情绪 可是联组会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如果你不过的话 美国的经济会再度衰退 美国能在美国经济尚未恢复基本面前 几乎维持高档不坠 投资人对川普政府大选年做多的高度心理预期 始终是一大动能 其他催化剂还包括FED掌门人的最新告解 鲍威尔6号海话政府加大纾困力道 美股文讯早盘走高 他在民间论坛上直言 财政刺激不太有做过头的风险 市集美国经济若无足够政府援助 复苏力道将十分疲软 全美家庭与企业美本钱与疫情打持久战 破产只会俱增 当日股市因此对陷入谈判将局 许久的新法案达政充满期待 输了收盘前被浇了头 从白宫泼出的冷水 川普无视连准会主席呼吁 出院回到白宫后发表推文 叫庭与民主党协商二轮纾困方案 声称待他当选后 新纾困案就会通过 美国财长努秦代表白宫先头谈判 随后去列民主党众院议长佩洛西 告知进行中的所有谈判就此暂题 川普向来是经济牌 为胜选强效药无预警跌破众人眼镜的 放弃推动财政刺激的葫芦里卖着什么药 美国财经界普遍解读 这是总统为求胜选的一柱嫌棋 因为把谈判压制选后等同倒打对手一把 让此前开出纾困天价支票的民主党 在大选投票将禁时难以对选民交代 于这位财战处选拥操 一个棺档拦取消责战处 与其有关影响了 比较比较多 than what the campaign has been willing to say and ultimately he when there was any further stimulus it was through executive action so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he had the ability to say the only person who has delivered since the CARES Act is himself 美国两党自三月全美疫情大流行当下 通过2.2兆美元纾困案以来 始终对新一轮救助规模难有共识 民主党最初开口3兆美金 但夹带补贴民主党主政州财政困难的用心 被共和党打了回票 贝洛西退仗至2.2兆美金 但白宫及共和党始终坚持在1.6兆美金 纾困谈判宪僵局日子一天天过去 美国政府针对疫情发放的各项补助陆续到齐 先是救济全美上千万失业人口 美就额坏600美元的联邦失业金 在7月底截止 8月初提供中小企业给付员工薪资 可申请豁免还款的薪资保护计划 确定暂停 9月底给予全美航空业 250亿美元的薪资担保也宣告终止 美国政府撤回疫情原车 的后果早已浮现 10月初航空业对数万员工启动新一波 无薪假饭碗不保是可能的故事结局 娱乐龙头迪士尼裁员两万八千人 第四大保险公司下令占员工总数 百分之八的三千八百人走人 总统叫停纾困谈判 美国太多产业表达失望后 川普对财政刺激的态度突然 欠聚工 川普呼吁参众两院 尽速通过三大法案 包括二度纾困美国航空业 重启小型企业薪资保护计划 PPP 向符合低收入门槛民众 发放第二张1200美元振兴支票 川普改变谈判方向 搁置全面性刺激方案 转而推动个别的新冠救援措施 得到民主党对手这样的评语 佩洛西已料狠话 若美国朝野无法敲定全面性嫌疑 就不存在单独救助航空业的学校 他不要一份受股临循的疏困案 美国经济反弹速度正在放缓 劳工部最新数据 上周初领失业就寄进人数 84万高于预期 虽低于前一周 但仍比疫情大流行且高出四倍 新一轮刺激方案 何时能落地帮助陷入经济困境的美国人 借于两党间鸿沟般的差异 多数评论认为 难种乐观 美国的总统大选辩论的时候 川普明白表示 他说 I'm 100% on board 我一定会连任 除非这个邮寄投票是作弊的 选举是舞弊的 但邮寄投票真的是如此吗 美国有五个州 采取全面邮寄投票 而且是行之多年 美国的ABC电视台 他特别走访了其中一个是犹他州 还有Colorado这两个全面邮寄投票的州 来了解过去他们面对邮寄投票 到底曾经出现过什么样的问题 目前因为川普不断地攻击邮寄投票 所以很多人开始干脆不要投 或是担心选票无效 或者是他们认为到时候不会接受选举结果 而根据美国保守派 不是自由派 而是保守派的传统基金会所做出来的统计 自1979年以来 邮寄投票跟通讯投票 它出现舞弊的例子 总共有多少张呢 从1979到现在就是41年下来 只有1300张的选票 曾经出现过争议 就这么多年来 只有1300张 所以也不是舞弊 就是曾经出现过争议 而美国邮寄投票 作弊的嫌疑 他们用一个开玩笑的说 比你被雷劈打到的几率 还要小 川普总统在每一个场合 不断重复着选票作假的谎言 他们拿他们 我们不喜欢他们 他们被卖 他们被淘汰 他们被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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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堆桌子 你看他们被淘汰了 在一堆桌子 他们被淘汰了 在一堆桌子 负责选务共住的官员 再三保证 邮寄投票很安全 也很可靠 克鲁拉多州杰弗森郡 从2013年开始 全面改为通讯邮寄投票 第一线选务人员担心 川普的造谣 可能会降低选民 投票意愿 全美有五个州 包括有他州 和隔壁的科罗拉多州 还有华盛顿州 奥勒冈州 与夏菲夷 多年来 都是采取全面邮寄投票的方式来选举 的确也曾经发生过选票弊案 但几率实在不高 一个由保守派 传统基金会保存的统计数据显示 打从1979年以来 最后被证实确实有选票作弊的例子 数一张选票当中 一共只发生过1298件 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43%的共和党选民认为 邮寄投票的舞弊确实存在 民主党则只有11%认为 邮寄投票有造假空间 选民对邮寄投票应不了解 而心存质疑 正是选务人员担心的 以杰弗森俊为例 境内35处投放邮寄投票的地点 都各自驾有监视器 一天24小时运作全面无休 不仅可以监看是否有投放问题 也可以借此管理 排队燃潮 每一张投递进来的选票 先由机器做第一步的验证 接着 由一群来自两党 受过FBI笔记鉴定训练的审核官 比对资料库中 选民过去填表曾经留下的资料 或是去办驾照时留下的签名 交叉核对 才能确认选民身份 过去只有大约1%的签名被推荐 接着选票交由电脑去计算 选用单位保证 这个过程完全不会被骇客主侵 因为计票主机使用内部光纤 连接所有的计票机 整个内网系统并不连接网机网络 或外部讯号 骇客无缝可查针 选物单位也会安排 正党倾向 分属两党的审核官 接受逻辑和准确性的测验 如果看到一张有问题的选票 这些审核官要能判断选民意志 并协助处理 让选票不至于无效 由于疫情的关系 许多州开始把邮寄选票 当成遵守社交距离规范的最佳方式 例如内华达州 今年就打算采用 但施行前必须先确保 是否有适当的配套设备 例如 要连接其他联邦政府单位的 个人资料库 才有筛选比对的依据 如果缺乏一套邮寄投票审核系统 重新建立起来 可能要花好几年时间 当然 邮寄选票制度 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 例如 你有在西州一名游户士 把将近百张选票 丢到垃圾桶里 结果被警方逮捕 洛杉矶郡 因为印错了2000张选票 而公开道歉 上个礼拜 川普也曾推文说 有一万张印错的选票 寄到布鲁克林选民手上 这些对选务单位来说是小问题 或甚至是假消息的状况 被川普总统一再放大渲染 专家说 其目的才真的是创造舞弊空间 尤塔州过去七年也都是采用游戏投票方式 如今 这个共和党多属的州 遭受来自共和党阵营的强烈碰击 当地党团主席表示 最佳行动方针 就是别用阴谋论来看待游记投票 并且相信选务单位和美国民主机制 我并不拥有所谈论的 我并不拥有所谈论的 或是自己讨论 为什么他在做什么他在做 我只说我们有七年 的经历 的选务选票 在 Colorado 我们有广告 选务选票 我们可以说不愿意 它是非常安全的 非常安全的 非常安全的 你以为美国总统大选日期是11月3号吗 答案是yes and no yes是说你选民要去投票的那一天 而且你是登记过的选民 他信用一关register vote 第二关是选举人团的代表 选举人团代表投票的日期 通常是在12月中旬 到时候他投票要投谁 按照这个不成文的规定 如果共和党本身不愿意遵守过去的传统 很可能导致天下大乱 而这个选举人团本身也充满了不公平 因为他本身就一刚开始设计的时刻 是全世界海美国家在直选总统的时刻 所以他等于是一种类似间接的选举 也希望各州加入联邦 所以他的整个制度的设计是非常反映美国 当时制限立国时候的精神 而从1960年代开始就有人不断地要求 废除这个选举人团制度 结果每次都是谁出来挡 就是南方的参议员出来挡 因为修宪你要三分之二的人 参议院三分之二的众议院都通过才可以 所以这太困难了 选举人团制度是被写在美国的宪法里面 每次出来挡的都是南方 一开始这个制度的设计就是保护南方 保护乡村 保护当时养黑奴的白人 而这个制度现在改不掉 因为他的休闲门槛太高了 那这样的选举人团呢 很可能会成为葬送美国民主的云子代 让我们为大家好好地来解释 什么叫做选举人团制度 提起2016大选 除了希拉蕊和川普 你可能没有听说过的另一号新闻人物 是克里斯多夫·苏普林 我认为这个选举人的选举人 我认为德州共和党党部推派的选举人 却违反党的指示和历来不成文约定 在选举人团投票时 把票投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以外的第三人 舒芙林这个失控的选举人 在2016年那场原以空前混乱的大选中举里 一下子又把美式民主总统选举选举人团 制度里的种种不合理之处 通通倾洒到了台面上 美国总统竟然不是直选 选举人团又是什么组织 所谓选举人只是传达选民意志的橡皮图章 还是有权行使自己的投票意愿 而如果他们能有自己的意愿 选民的意志又算什么 换个角度想 如果他们毫无个人意志 那么设立这个中介机构又有何意义可言 一连串的问题必须要从美国的建国历程 和历宪终止来寻找答案 The Electoral College is a sort of glued together solution 对于生长在民主环境下 21世纪的年轻一代 自己的总统自己选 就像是呼吸 喝水 或太阳从东边升起一样的自然 且颠覆不破 但要了解美国选举人团的制定理念 必须要回到1787年 想象当时的时空背景 事实上在当年全球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是以直选方式来产生国家领导人 由于交通工具和传播技术 远远不如今日的迅速发达 美国开国元勋从一开始就没考虑过 要让一般老百姓同时一起参与全国性的投票 然而与会代表又不希望被冠上小圈圈政治 容易腐败的罪名 因此他们便在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之间 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The Constitution sets up the Electoral College and it assigns a certain number of electoral votes to each state there's a total of 538 of them and the presidential electors meet in mid-December after the people vote in November and they're the ones who actually elect the president 435, which is the number of representatives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lus 100, which is the number of senators plus 3, which is representation for Washington, D.C. This was actually a compromise there was a big fight inside the convention they worked out a compromise they had to work out a compromise because otherwise, you know many of the states would never have agreed to ratify the Constitution and becom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相对于现代民主 彰显的是选民个人意志 美国的总统选制 更在意的是维护州的意志 这一点从选举人票数的配额上 就可以看出端倪 除了按照人口分配的435张票之外 美国的50州 每一州 无论服员大小 人口多寡 都可以无条件配得两张选举人票 这样的计算公式源自于联邦制的背景 是为了让各聚山头的各州代表 都同意加入美利坚联邦的 必要交换条件 但这也意味着 在里安、断北山 故事发源地的怀尔明州 由于地广人稀 每个乡村居民 对国家领导人的选拔 可以产生相当于18万分之一的影响力 反观加州 由于人口稠密 选举人配额 却未随之等比例递增 因此 每个加州居民 仅能够分得 71万分之一的发言权 听惯了现代民主 一人一票 票票等值的基本大原则 不难想象 有越来越多的花府政治人物 和基层选民 对于宪法设计里 仍然残留着 十八世纪末古董思维 衍生票票不等值的选举弊 已经再难忍受 前铺后继跳出来 主张应该废除或改良选举人团制度 You know, come a general election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don't come to places like Mississippi Yeah They also don't come to places like California and Massachusetts Right? Because we're not the battleground states Well, my view is that every vote matters And the way we can make that happen is that we can have national voting and that means get rid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And everybody In fact, Indiana Senator Birch Bayh who just last week died at age 91 came within a few votes of advancing an amendment to abolish the electoral college and replace it with a direct popular vote By 1968, his effort commanded 80% approval according to Gallup One year later,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voted overwhelmingly to abolish the electoral college Even President Nixon was on board But it was filibustered to death in the Senate by Southerners led by Strom Thurmond From 1800年到2016年 超过两个世纪的时间里 美国国会议员前前后后 曾经提出超过800份修宪案 试图修改或废除选举人团 这个让直接民主 如梗在喉的技术障碍 事实上在2016年大选之前 不只是希拉蕊一再公开点名 选举人团不合时宜 一女废除 就连他的对手川普 也曾经批评 此一制度是民主灾难 直到开票结果证明了 这一套成就的制度正好 是对共和党有利 可以把他送进白宫 2016年大选中 普选票与选举人票 开出不同结果的乱象 还暴露出深埋在选举人团制度里 另一个选物地雷 那就是类似克里索夫 苏普雷这样 虽是政党推派的代表 却表明不想投给政党候选人的选举人 会不会让一场已经翻盘的选举又再一次翻盘 让总统选举成为莫中一世的闹剧 引爆难以收拾的宪法危机 有37选举人去改变的选举 而这就没发生了 居在加州 纽约 这些选举人票被人口稀释的大洲 又形同是对这些传统上民主党的支持者 一种无形的权力剥削 修宪知识体大 即比一朝难改 可以预见的是 华府朝野和民间 正对选举人团制度的改革声浪 持续时空和司法诉讼 未来只会越演越烈 在疫苗产生出来 或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产生出来之前 我们已经看到全世界 大多数的国家都陷入了 至少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的疫情 而为什么我们最近从SARS开始 就一直听到各种不同的大流行疾病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答案是 人流 人跟人的流动率太高了 那么有一个说法就说叫全球化 这个字眼有点空洞 正确地讲就是 你很多人就是经常出国去开会 经常出国去留学 或者是去旅游等等 这些人流的本身的流动 它很容易带来流行疾病的快速的传染 还在时候念大学的李正焕 以交换学生身份到国外留学 但就在四月份回国后不久 被诊断出感染了新冠病毒 从出国到回国这段时间里 李正焕的健康状态一直很好 就连打喷嚏流鼻水都没有 却突然收到确诊的检测结果 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就在确诊的隔日 李正焕就发病高烧39度被送往医院 他说自己总共住院治疗57天 那真的是一段十分痛苦的经历 突然被诊断出感染了 不可能会被诊断出感染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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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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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